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奖由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获得 今年更首次征设了公益成就奖及公益新秀奖 总奖金共计4800万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玉林台湾奉献奖的精神 让更多人学习无私的奉献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荣达 从上届得主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手中 接下讲座 玉林台湾奉献奖 今年由长期致力于提供正确消费资讯 保护国民消费安全的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获得 肯定消机会43年来的努力与付出 消机会在43年前成立到现在 一直一直都是为消费者的权益 在做一个捍卫跟做一个维护 我们这次得到这个玉林基金会 得到他们的肯定跟支持 得到最佳的台湾奉献奖 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的感动是我们的这一个 一直几年来43年来的努力 获得到肯定跟支持 那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呢 我们的努力呢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那这个成就也好呢 事实上都是由我们的前辈们 一届一届一届的 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那甚至呢我们消机会呢 事实上有大概500多位的 学者专家跟顾问团 还有我们大概有将近200位的志工 还有我们有义务律师团 也将近200位的义务律师 还有许许多多呢 每一年呢有这个捐低的来赞助 捐助给我们消机会来充实 我们经会的这些所有所有所有的 这些无师无我的这些奉献跟努力者 那这些荣耀跟这些喜悦 应该归足于他们 应该与他们来做一个分享的 那我们消机会呢 也会秉持着以往的 所有的一个生根跟努力 那一步一步的一棒接一棒的心火相传 那继续为这一个台湾的一个 消费的一个呢 优质的平安健康的一个消费环境 继续来做努力 玉林台湾奉献奖 今年更首次增设 玉林工艺成就奖五名 及玉林工艺新秀奖三名 希望在多元的工艺领域 推动台湾进步 让奉献的力量持续发光 新增奖项的目的在于 玉林台湾奉献奖 不仅仅只是一个奖项 而是要让奉献的力量 持续发光 让影响力极大化 未来工艺信托与基金会 也将持续陪伴工艺伙伴们 推动社会议题 透过彰显无私奉献的精神 让更多人加入行动的行列 共同为这片土地注入善良 推动良好共同的 共好愿景 那新秀奖是鼓励 他们用了非常多关于创新的 然后勇于去挑战问题 而且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观念来解决 社会上普遍发生的问题 那成就奖呢 就是鼓励已经超过十年 超过二十年 而且在这个过程努力不懈 而且已经创造出具体结果的单位 那能够在成就长上面给予肯定 我想奉献这两个词 不代表说我们今天只是单一的目的 而是在台湾的各个领域里面 各个行业里面 都有人不断地为个人 为团体 为社会不断地奉献 所以我们也就把这个奉献奖的 这个面向拉得更为开广 那我想这样子这个奖项 它才能够再创造一种公益的永续性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面向打开来 就是希望公益这个价值能够永续地被传递 可以扩散开来 玉林公益成就奖 由当代传奇剧场 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台湾安宁照顾基金会 财团法人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财团法人普人青年关怀基金会 以及社团法人台湾环境资讯协会获得 不仅展现公益价值更持续扩大正向的社会影响力 宏道老人基金会已经28年了 那开始就是以想要用正面来因应 这个高龄社会所产生的问题来协助解决 所以呢我们从弘扬孝道开始最基本的 然后优质的社区在地的服务高龄的照顾 尤其是很多独居老人 一年就有4000多位的独居老人被服务到 很荣幸能够被这个玉林基金会来肯定 获得这个公益成就奖 感到对我们很有鼓励 玉林公益新秀奖则是由财团法人 为台湾儿教教育基金会 财团法人报导者文化基金会 以及逆风剧团获得殊荣 希望鼓励10年以下公益组织坚持理念 展现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与能力 逆风剧团深耕在逆境而造了8年的时间 我们透过艺术 教育 社福 工艺跟陪伴 希望能够让很多在迷惘过程的孩子 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的找到自己的价值 因为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些孩子 能够从那样的环境突破上一代 很多很多的贫穷的限制 毒品的限制 暴力的限制 让他们能够在现在 好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下一个世代是逆境而造 翻转社会影响力的关键 所以这一次我们很荣幸能够获得 这一次玉林台湾封建奖的新秀奖 能够让更多人愿意相信 或许我们曾经都不被看好 或曾经被放弃 那有一天 当我们能够愿意相信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让台湾的社会 能够让这些孩子 能够翻转他们的人生 透过举办玉林台湾奉献奖 主办单位期许找到 致力解决台湾社会问题 默默推动台湾进步的 杰出奉献者 为社会带来正面向上的力量 成为树立典范 推动台湾进步的活种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 钟佳宽平与国立台湾大学 新闻研究所 携手开设与AI同行论坛 探讨新闻传播产业 与教育的挑战与未来 透过新闻业界人士 新闻传播学教授 与AI业者语谈 给予参与者新闻与AI 并行的反思空间 我输入的问题是 AI对新闻业产生什么影响 它就告诉我了七点答案 而且最后还有一个伦理的反思 它说它提供了各种的便利 可是也带来一些挑战 论坛开唱白 竟然是ChadGBT撰写的文告 但问题一出就能给出 确切且清楚的回应 这样的智慧与便利性 已经被应用在各领域产业上 然而当新闻产业 开始与AI合作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与影响 中家宽评与国立台湾大学 新闻研究所 攜手举办与AI同行论坛 透过专家学者的论述 开启新闻传播 与科技发展的分析与思考 台大新闻所与中家 是为公司 还有台大的台湾社会任性中心 来一起合办了 与AI同行的这场论坛 那我们想要探讨的就是 其实现在人工智慧 对生活的影响层面非常的大 那它对于新闻产业跟新闻教育 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其实在教育第一线 发现其实它会影响到 不管是我们的教育方法 教学实践 那它当更深刻的会影响到 新闻产业它的新闻的制播 甚至于现在很多AI主播都已经 陆续的出现了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可以邀请到 业界非常重量级的主管 跟我们很多学术界的先行 一起来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科技业者透过技术将生动的虚拟主播 代言人呈现在大众面前 透过人设创造共情 可以应用在各领域产业上 仿佛可以替代真人 但其背后的规范与伦理 是科技时代进步下 大众必须重视的课题 当然AI涉及到很多方面 在新闻业的运用 比如说从新闻的采集 到新闻的制作 到新闻的传播 可以说每个方面都产生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新闻教育上 当然可以从一个整个产制的流程 来去让学生理解AI的科技 可以怎么跟新闻业座最佳的结合 可是就像我所强调的 就是对于一个懂得技术的 新闻工作者来讲 那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他是一个懂得 把AI变成负责任的AI 可信赖的AI这样的一种新闻工作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灌输 在新闻教育过程当中 新闻的这些学习者 怎么懂得在AI的伦理的这种目标下 来善用这样的科技 那这个在我们的教育的层面上 都可以广为去推动 回到教育现场 面对多变的产业面貌 传统新闻传播教育 如何因应新科技的应用与冲击 也可以从产业受AI影响 记者的工作范围与形态 以及后续规范来预测新闻教育的未来走向 记者温文郡台北报道 您喜欢动漫吗 台北市商业处与巴德资讯商圈 发展协会合作 即日起连续五个周六周日 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 还首次在商圈周边街头 设置晋级的巨人 及间谍++9等超人气动漫IP 提供民众拍照打卡 不管是晋级的巨人 间谍++9 天主属车车 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 还是新近动画 葬送的福利联 这些超人气动漫IP 首度出现在商圈街头 功能拍照打卡 这是由台北市商业处 与台北巴德资讯商圈发展协会 攜手合作推出的巴德3C Hardate活动 10月7号起连续五周 周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 包括3C科技 动漫 二次元 及电竞电玩等 希望展现巴德资讯商圈 丰富的产业特色 巴德商圈 其实是台北人共同的记忆 也是台北很重要的 官方观光的景点 很多国外的朋友 其实来到台北第一站 都会希望能够来巴德这边 买买3C的产品 确实过去三年的疫情 其实改变了很多消费者 购物的习惯 随着疫情的趋缓 景气的复苏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 能够重新的回到 我们的实体的店面 走回我们的商圈 来采买大家适合的3C商品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在巴德商圈 规划了这样子的活动 为期五周 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主题 就是希望 不管你今天是喜欢 电竞产品的 你喜欢3C产品的 你喜欢动漫的 都能够来到巴德商圈 找到你所需要的商品 那我们也提供很多的优惠 包括了抽奖 包括了打卡的景点 我们这次特别 也跟我们的动漫协会合作 那提供了非常漂亮 非常不一样的IP 那都是很多时下年轻朋友们 非常风靡的 不管是史莱姆 不管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天竺鼠车车 甚至是晋级的巨人 当然我们还有第一次亮相的 神秘的主题版 所以都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三创 来到我们的光华商场 来到我们的光华商圈 一起来采买最新最潮的产品 头起的商圈 吉祥物八哥也正式亮相 与五大动漫IP 一起邀请民众实际走访商圈 在各个接口中发掘惊喜 感受消费的喜悦 希望可以促进商圈的繁荣 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 到我们商圈来体验 就是实体跟虚拟通路的不同 因为现在整个购买形态的改变 那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来体验我们这种实体 不一样有温度的这种服务跟感受 你看像我们一般都只能在 看看图片 但是在我们这个商圈 所有的薪金 你都可以做最真实的体验 台北市商业座方面预计 连续五周的活动将吸引15万人参与 期盼为商圈店家带来更多商机 我们现在预估这样子五周下来 我们希望能够带动超过15万人次 到访我们的巴德商圈 那透过这15万人次的到访 进而去提升我们的来客量 提升我们的营业额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 重新的找回大家实体购物的习惯 那进而让我们的商圈 可以长长久久的发展下去 商业座方面表示 11月4号、11月5号的主场活动 将把巴德录一段封接 邀请知名歌手进行音乐展演 巴德资讯商圈 三创生活园区 及光华数位新天地周边店家 也合作推出好礼三重抽活动 包括新款电车、按摩仪等 9000多个热门好礼等你带回家 欢迎民众活动期间 到巴德资讯商圈逛街消费 体验科技拍照打卡 一次全部掌握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艺人刘品颜 担任时尚品牌代言 在风雨天回首在法国生活的经验 表示台湾哪里都有卖伞 但是法国的生活习惯是自由 所以宁愿穿上风衣也不打伞 特别示范如何穿搭 保持时尚又能遮风避雨 林振宇丝毫不见艺人 刘品颜的时尚风采 她穿起风衣搭配胶靴 不怕雨袭 回首在法国生活的经验 大家都不喜欢撑伞 就是穿的一身风衣遮雨 浪漫又自由 今天这个天气 我正想跟大家分享 法国人都很不爱撑伞 是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没有再怕淋雨的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他们基因上面 比较不会秃头还是怎么样 是的 可是他们是非常喜欢 穿着这样子的风衣 就是不管是晴天 雨天 只要是有风衣就可以出门了 没错 这个非常时尚的法式穿搭 而且是防水的风衣 不论是晴天 雨天 非常晴薄的就可以出门了 像戴傘你很容易会忘记 不管你是去餐厅或者是去哪里 像我就是常常会忘记 我有戴傘出门的人 但是风衣不会 因为风衣就是穿在身上 就可以出门了 没错 所以像 好 我其实在定妆的时候 就发觉这很像是我的日常穿搭 是 因为像这样子的风衣 我里面都会吹着这种 比较透气 或者是比较舒服的T恤 我今天穿的里面是长袖的 长袖的好处是 因为里面它还是有抗UV的防晒 所以只要我脱下来的话 我也不害怕会晒伤 是 像这样子的短裙配上靴子 有没有仔细看 腿有没有很长 法国时尚户外品牌 找来刘品年代言 在新衣区打造绿翼快闪电 融合城市与森林元素 同时将穿在身上的胶靴 搭配花艺 推广品牌对永续环保的概念 与承诺 我觉得像这种比较随性自然的 就是把你喜欢的花材 用力地给它插进去 就对了 平常有在做花艺吗 平常有这个才艺吗 其实没有 都是收花比较多对不对 就是收我们爱慕者的花比较多 我最喜欢的花就是别人送我的花 我今天进来这个快闪电的时候 我最喜欢最喜欢的 就是它这个木头圆形的 这个类似像拱门的设计 而且它这样子围绕在我们的帧树下 哇 其实在消费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大自然环境很舒服 刘品年即将在金钟奖节目类 颁奖典礼担任主持人 被问到战袍准备进度 他笑说自己身形 要找到好看的衣服要顺选 不走刻意减肥路线 但会继续努力 把自己塞进造型师订好的服装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机房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网络及机上和侵权造成了影视业 每年损失超过500亿 警政署扩大溯源 扫荡非访机上和及窃训机房 警政署长黄明昭表示 未来将持续查契 遏止侵权歪风 警政署长黄明昭 智慧财产局长廖成薇 AIT经济官乐美龙 以及日本CODA内容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与台湾影视相关产业协会代表 手持雷射枪 宣示吸手打击盗版机上和 及非法影音串流的决心 为遏止侵权歪风 警政署扩大溯源 扫荡非法机上和及窃训机房 统计近三年 查棄非法侵权案件 共计9679件 11849人 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 1354亿余元 其中查获非法影音串流案件 19件57人 在侦办这些造材案件 除了传统的一个侦查手法以外 当然要融入到科技领域的一个执法 才有办法达成这个打击 打击面 所以这个我们也指示刑事局 针对这个打击制裁方面 要结合的科技人才 包括我们的电针大队 还有保二的专责制裁大队 还有行政局的各外情大队里面的 科技领域的人才 来投入 才有办法面更广 而且更能领会到 这个知通流犯罪的这个意涵 来加以追查 那在警政署推动这项的一个工作 总共在近两年半期间 达到了查获的件数将近一万件 人违法的人 也达到将近一万两千多人 那清潜的案的财损 大概有1354亿之多 那其中最近所查号的 极起的一个案例中 也不乏 非法影音的一个串流 这项的一个盗版 那总共有19件57人 在刑事局电针大队 及保二刑大查获的 事件机上河案件中 还破获国内手中无实体机上河 纯粹以APP软体观看盗版影音的侵权形态 另外今年也首度来查获到 新盗版品牌小银机上河清潜的案件 其实制裁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有可能会质疑说保二准队原来是一个制裁的打击部队 但是我们保二准队未来的规划方向是到刑事局 组织编制到刑事局来 那当然更能结合刑事局的科技犯罪的打击面 面会更广 而且队伍会更强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查器 从源头扫荡非法机上河及窃讯机房 同时呼吁民众不要使用非法机上河 观看未经合法授权的饮食内容 并提醒民众盛防非法机上河设备 及APP接上国内宽屏网路 恐将沦为个人治安漏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金奖制作人柯志豪 今年以同根声乐团的边缘转声术专辑 获得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的殊荣 特别在台北峡海城隍庙 举办还愿仪式与开光大典 乐团也许愿有机会 能替峡海城隍庙服务 为城隍爷谱写主题曲 金奖制作人柯志豪 带着金曲奖讲座 向陈皇爷禀报好成绩 并以双手捧着田都元帅神像 依照传统步骤进行开光大典 从小在大稻城长大的柯志豪 这回获得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殊荣 便决定自证田都元帅 与西勤王爷给台北沙海陈皇庙 希望保佑相关从业人员 无论音乐或剧场 都能拥有丰沛的创作能量 今年算成绩不错 所以说我住在附近 跟这个廟关系是我们行划中的一部分 所以说今年应该去参赛 主要是田都元帅和西勤王爷 主要是四省 所以我们艺人工作的朋友都可以拜 可以让他们照顾 一般的廟比较少 可以看到这些人尊神 所以说带回来看 我就会给大家照顾 因为我们台湾人 其实对这些传统的影响 我们都有学生 人家在拜拜 觉得很差 那些我们生活中都会听起 我的小孩时也是同样 而是比较大时开始做音乐的工作 这就是说原来我以前听得到是这个 是这个牌 还是是怎样的影响 这边也要把它黏起来 还原仪式还请到唐美云歌仔戏团创办人唐美云 布袋戏人间国宝 陈锡黄大师等多位嘉宾到场管理 台北沙海城隍庙管理人陈文文表示 大稻城是著名的戏窟 如今有两尊戏神加入 就像是城隍爷开立新的部门 新的团队 让更多人来这里寻求心灵寄托 其实大稻城的比较靠近 这个台北桥那边叫戏窟 然后这边南街这边 就我们沙海城隍庙的旁边 刚好又有一个序院 那以前的小乐座什么座都 连现在我们的那个酒楼 还有一个剧团如果要来表演 歌仔戏布袋戏都很OK 所以那个戏对于这个大稻城 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业 我们刚好有老的神 但是很斑驳了 我们就把它修复 我们用最好最好的传统记忆 还得奖了新本市了 结果就特别为这两尊修 修得跟新的一样 但是又有古老的味道存在 所以今天的这两尊神就给他办了一个开光典演 为了感谢城隍野保佑 在开光大典最后 同根生乐团还在庙前演唱招牌作品《八宝公主》 乐团也许愿有机会能替沙海城隍庙服务 为城隍老爷谱写主题曲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台北市中正区文北里陈瑜秀卿理长 在中秋节前夕号召爱心团体捐赠暖心月饼给礼上的独居老人 若是长辈让他们走出户外感受佳节气氛 道谢生此期彼落 长辈们领到月饼感激之情易于言表 台北市中正区文北里陈瑜秀卿理长 在中秋节前夕和传神关怀传播协会合作 提供月饼给独居长者弱势长辈 今天我快要九十岁能够到这里来很高兴 我觉得独居老人平常一个人在家都很寂寞 因为这个时代子女都很忙 在这个中秋的季节 然后里长送月饼 然后老人相聚觉得很温馨 里长对我们非常照顾 我们都非常感激他 他不但服务态度良好 而且也替我们里里面做了很多事情 是优秀的里长 就是我们传神居家照顾协会 他普通时候都跟我们里办公处互动都很好 有什么节庆是什么都是 大家都会我们会一起办活动 这一次是给独居还是弱势家庭 有需要的请他们来拿个月饼吃个平安 大家就是过个愉快的中秋节 我们传神居家照顾协会 在做老人这一块工作已经25年了 那我们的执行长呢 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老人家 所以不管每年的三个节日啊 或者圣诞节啊 或者是过年啊 我们都会举办一些园约会也好 送礼物也好 这个心态 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老人家呢 他觉得我们的老人会越来越多 然后现在的老人家活的年龄越来越长 那如果家里头儿女没有办法陪伴的时候 他们会很孤单 尤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如果家人没有办法陪伴的时候呢 他心中的那种无助啊 或者是感伤啊 可是我们就借着这样的节旗 我们愿意把这些爱分享给大家 不只是送送礼物而已 我们针对的独居老人啊 低收入富的 中低收入富的 或者是担心家庭啊 这些我们都在过节的日子里面 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活动 让他们来参与 适逢中秋节 里长期盼佳节团聚时刻 也让长辈们来礼办公处相聚 走出户外感受佳节氛围 同时感受社会关怀的温暖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为了避免停电时 入口的红绿灯无法正常运作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 从108年起就陆续建置 耗制不断电系统 累积到今年8月 总共有395处入口建置完成 维持入口行驶秩序及效率 遇到停电时 若影响耗制入口的红绿灯 恐怕造成交通混乱 需要派遣许多人力去现场交通管制 为了避免这样的清新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 108年起也陆续建置 耗制不断电系统 累积到今年8月 共有395处入口建置完成 停电的时候确实这个 有蛮大的效果 所以交通处这边才陆续放 你看看有点起 那个第四页 就是它从108年5这处 一直增加现在那边395处 确实有它的一个效果 而且停电 而且未来我们看到这个电的部分 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能够那个重要的入口啊 或是那个重要行人的聚集 行人通行的部分 希望能够能够装设这个UPS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今年9月中 是有发生一个 螺丝浮路有6处入口 大概发生凌晨12点多的时候 发生停电大概半小时的情形 那停电的时候呢 我们就透过LINE有收到 6处入口的讯息说已经停电了 那改为由耗制UPS来供电 那这个期间耗制是都可以正常运作 那如果我们没有装设这些耗制UPS的话 我们如果要维持入口的正常运作 大概要先派6到12名远景 先到现场去指挥交通 那我们交工处再派2名维修人员 又才发电机到现场 那一一的去装设发电机之后才能让它入口可以正常运作 那这时间大概从我们交工处出发到现场一一安装 大概会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因为我们有装设耗制UPS 就可以让入口正常运作 然后维持入口的交通安全 下一页 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建置耗制UPS 那其实是过去几年就是偶尔有一些不同大小规模的停电发生 包含106年8月有1110年5月1111年3月都有发生全台大停电的情形 那1111年的11月也有发生大重区的大停电情形 那过去这些不同的停电其实都会造成耗制运作的中断 那在车流量大的入口会让入口的效率变差 那同时也会产生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交工处就检讨设置耗制不断电系统 那我们从108年到112年 已经建置了395处的耗制的UPS 那主要是建置在28条的紧急救援路线上 那包含从108年建置了50处 那到111年累计建置115处 到今年累计建置了395处 那下面这三个图就是我们这几年的 耗制UPS建置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情形 那整个耗制UPS系统 那我们本来原本是由台电的试电 供电给我们的耗制控制器去运作 那我们增设耗制的UPS 就是会从台电正常供电的时候 会让耗制UPS去充电 那如果台电停电的时候 会改由耗制UPS供电给我们的耗制控制器来运作 那同时我们也会透过无线传输 把一些数据传输到我们的后端的监控平台 来做整个监控 那我们过去的耗制UPS 1.0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我们停电的时候是可以即时切换成UPS供电 那可以让耗制不打烊 那第二个我们都有透过监控平台来即时监控 每一个UPS的启动以及电量 那像我们这个就是监控平台的画面 那我们是透过地图式的监控 这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是我们有装耗制UPS的入口 那如果是正常台电供电的时候 它会是蓝色显示 那如果台电停电了改由UPS供电 它会变成是绿色的显示 那如果现场的电量已经比较少 低于50%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红色的显示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整个地图式的监控 来看整个入口的一些状况 那个别点进去也可以看 个别入口的电量 电压等一些相关讯息 那我们也透过通讯的软体来即时通知 UPS的一个运作的状况 那今年我们1、2年建置了一些 UPS2.0有新增的一些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更换电池 来延长服务时间 那更换电池的时候是采用热插法的方式 就是我们里面是有两颗电池 那在更换电池的时候 一颗电池还可以继续供电 那我们把其中一个拔出来更换电池 这中间过程耗制都可以继续运作 是不会有中贯的情形 112年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系统已经启动100次 维持入口耗制正常运作 可见其使用性与必要性 且部分系统更完成热插拔更换电池功能 延长服务时间 避免影响行车秩序 拥塞情形发生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在议长同子委牵线 市长谢国良全力相挺下 PLG联盟和高雄钢铁人队 共同移师到基隆主办热身赛 利用国庆廉假前三天 在势力体育馆开打 强力灌篮PLG高雄17直播钢铁人队 在基隆市立体育馆挥翰练球 在国庆廉假期间和其他队伍 将在基隆进行热身赛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牵线推手 基隆市长谢国良全力相挺下 促成PLG联盟和钢铁人队 共同移师到基隆主办热身赛 利用国庆廉假前三天 10月7号到9号 在基隆市立体育馆开打 特别是市政府在短时间内 把体育馆二楼篮球场 尽量整理成符合职业篮球比赛的场地 希望让爱好篮球的民众 可以欣赏到高规格的职业篮球比赛 更希望基隆也有职业篮球队 同时让篮球运动在基隆持续从小扎根 培养更多的篮球好手 因为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 这已经二十几年了 这是没有职业球队进驻的一个球馆 所以它的很多的设施 距离这个职业的标准都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谢市府呢 市长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出一个 可以让职业球员职业球队进驻的一个空间 我想这边一定要公开的感谢我们谢国朗市长 对我们职业运动对篮球的支持 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一个未来长远的一个目标 就是可以在基隆迎接一个职业球队 我想我们基隆的运动经济的整体的产业开发 是可以有一个努力的空间 那过去其实幸福报队也在这里过 那我们整个学生 还有我们整个环境队篮球的乐潮 其实在基隆是非常盛行 在这边公开的要来感谢我们同志委议长 亲自出马促成的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那基隆市政府也有提供一部分的票 给我们基隆各级学校的篮球队的学子 让他们能够亲自透过观赏这个职业篮赛 希望对他们的篮球的训练 篮球的这个平常的这些比赛能够有一些帮助 那另外这个我跟议长都常常一直在讨论 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是紧密合作的 就是希望能够引进职业篮球队到基隆来 钢铁人队总经理高景岩特地致政队府给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感谢府会首长的帮忙 促成这项直篮赛事 市长和议长也分别回赠伴手里 欢迎PLG各队和钢铁人队来基隆进行比赛 并且开心的穿上钢铁人球衣 为联盟及钢铁人加油 而且有机会来到基隆在这个篮球人才非常非常多 而且培育出非常优秀的选手的地方 我相信也会给更多的学子 还有这些打篮球的小朋友们 看到一个职业篮球的比赛 那更重要的呢 不管是职业联盟或职业球队 发展篮球以及推广篮球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因为没有最基层的小朋友 对我们的篮球有所喜爱的话 那未来的前展性就是非常非常的低 今年8月开始 议长佟子伟就密集和高雄钢铁人团队开会 并且会刊体育馆 并且在市长谢国良带领的市府团队 全力支持下促成PLG热身赛在基隆举办 三天的热身赛包括台北富邦勇士 新北国王 桃园铺渊 领航员 新竹街口工程师福尔摩沙台新梦想家 和高雄17直播钢铁人6队 都将进行两场的热身比赛 热身赛期间现场购票进场支持的球迷 只要出示高雄及基隆的学生证 工作证和身份证相关证件 就可以获得九折的优惠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PLG年度热身赛开打第一天 吸引了上千位球迷进场观赛 市长谢国良出席活动 替首场比赛开球 PLG热身赛在基隆开打第一场赛程 由梦想家对战工程师 双方你来我往 直到第三节比赛分数都是平手 比赛最后四分钟持续缠斗 以97比上97 最后梦想家拉开比数 中场以105比99 击败新竹工程师获得首胜 PLG年度赛事 7号起一连三天 在基隆市立体育馆开打 场内外吸引大批的球迷入场观赛 要和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打气 非常开心可以再次看到高雄钢铁人 搬到基隆这边 目前是比较喜欢工程师的高国号 今天跑到高雄 就是比较远的 他现在搬到基隆就感觉比较方便 我是比较喜欢高雄钢铁人的吕胜如 上次在高雄看过 就很开心这次能看到 然后不用跑那么远 市长谢国良替第一场比赛开球 市府推广篮球运动 邀请了国小国中及高中学校球队 600名学生观赛 谢国良还特别前往观众席 和学生一起看篮球 希望激发学生对篮球兴趣 今天是我们直篮P League在赛前的一个热身赛 比较近然后不用跑那么远 以前是怎么样 以前都看不到 抢不到票 基隆市开始指败自然 小朋友都很期待 其实篮球在基隆市很受欢迎的一个活动 所以小朋友不管男生对女生对都很兴奋 谢谢市政府 执盼这样这么精彩的活动 赛事不用让同学还要坐车劳顿 到新北市到台北市去 请开球 PLG的深赛能够来基隆开打 归功于议长同志伟大力邀请 同志伟特别为第二场球赛开球 比赛由高雄钢铁人对上勇士队 开赛前钢铁人吉祥物还在球场上和球民互动 PLG前执行长陈建周 特别到场观赛和同志伟互动热络 议长同志伟邀请民众一起来现场 感受篮球运动的活力 市民朋友都可以体验到一个运动经济的一个文化 那我想大家这个休闲娱乐产业 大家可以到现场来感受我们实际上 这个好的篮球的一个氛围 它可以绝对可以让大家有一个 不同反响的体验 我觉得实际到现场来 不管是你的兴趣也好 还是体验一下我们的篮球文化也好 还是体验一下球场的娱乐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国庆年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基隆失利体育馆 来一起来看我们的这个 PLG联盟的所有球队人一起帮大家加油 基隆难得有盛大的体育赛事 双十年假上千位球迷 用行动支持国内篮球比赛 感受热血的球赛氛围 记者黄少民就用报道 迎接双十国庆 十月十后上午在海洋广场 举行国庆升旗典礼 市长谢国良与前总统马英九 与在场的贵宾及千位市民好朋友 一起在台湾头唱出对国家的热爱 因为这个升级很传统很古典 保留了很多我们有回忆的空间 怎么说呢 比如说他要唱一些歌 他要展示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人物 比如说马总统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从哪里来的 从桃园新竹 坐这来 对啊 对啊 OKOK 哇 很有心 这次带谁一起过来 这次带老婆一起来的 对 那你都觉得很热闹很多人 有啊好多好热闹哦 马大基隆市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 有特别的先生来欢迎我们乡 这是基隆市政府在海洋广场 举办的升旗典礼 上千位民众在风雨中 与基隆市长谢国良 跟马前总统一起唱国旗歌 进行国庆升旗典礼 大家都聚集在我们基隆的海洋广场 来做国庆的升旗 可是虽然有下这么大的雨 各位一点都不畏缩 对不对啊 对 我们中国的成语说 风雨雇人来 风雨生信心 那对吗 对 我就积极的 拜托马总统一定要来参加我们基隆市的国庆典礼 为什么 因为我们基隆市今年是全国拥有最多国旗 也是最爱国的县市之一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呢 今年马总统来参加 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那我也要跟马总统说 在就任的这十个月 我们把基隆打造成一个行人 行走非常安全友善的地方 前总统马英九也特别向现场民众说明 他今年不参加总统府国庆典礼的主要原因 前年开始啊 蔡英文政府就把国庆日的英文名称 改成了台湾National Day 这就是台湾国的国庆日 各位 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但是我们的国家的名字叫做什么 中华民国 你看大家都知道嘛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把国家的名字改成台湾呢 我们不是不爱台湾 但是台湾是台湾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啊 对 这个升旗典礼除了传统的唱国歌之外 主办单位还安排了土风舞等精彩活动揭开序幕 最后更以中华民国送的大合唱 表达对国家生日的祝福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千秋万世 最好永远 记者黄日山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典礼结束 市长谢国良就邀请马前总统到庙口品尝卤肉饭美食 市长谢国良也借此机会 宣传今年将举办的卤肉饭大胃王比赛 期待马前总统再来吃两碗 赞不赞 赞 赞 金融庙口赞不赞 赞 国庆升旗典礼后 市长谢国良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到庙口名摊 品尝卤肉饭小吃 总统上次来吃卤肉饭是什么的吗 哇 也是他请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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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老板端出店内的招牌卤肉饭肉饭肉羹汤和油豆腐笋 卤蛋摆满桌子 前总统马英九和市长谢国良跟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议员吃的津津有味 没有话说 没有话说 这个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吃了 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每一次都一样 没有这个 没有更好 不不不不这个已经到极限了 我们今年办的这个第四季的卤肉饭大胃王大赛 这个很期待到时候马总统再来吃两碗 我绝对不会参赛 谢谢 好 谢谢我们 以免影响结果 好 谢谢我们马总统 好 看这边看这边 来 我们交给那个发言人 一 二 三 市长一起来 配长一起来 一也一起来 看到前总统马英九来到基隆庙口 许多逛街民众也抢着跟马前总统拍照 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好 而双十连假在七堵铁道公园 有一场漫步铁道七堵车站时光不老的活动 许多民众不为大雨热情参与 市长谢国梁承诺将在七堵举办更多的活动 促进地方的繁荣发展 漫步铁道七堵车站时光不老 漫步铁道七堵车站时光不老正式启动 带领民众回到90年代 你能看到这边以前早期的七堵这边它是中间有一个月台 然后他们的所有的人都会从这一个走到这边上下来 等于是直接穿越轨道 铁道模型达人徐志刚老师透过精致制作技巧 将三十年前的七堵车站基隆炮制楼用模型重新呈现 让参观者大为惊叹 基隆从这边上车 台北从那边上车 分两边 很不方便 而且很远 而且很远很不方便 现在记忆全部回来了 现在都是 那我们都知道七堵 算是我们基隆市的一个交通租流 那七堵车站这个是早期是前站 也就是所谓的南下北上 这里是北下 往基隆宜兰是在这里 那如果说南下的话是在后站那边 也就是现在的之前的南港专 南港专七堆重划新建造的新的火车站 大概应该有快二十年 感觉就是很护苦怀旧 然后很喜欢这个地方 也希望四五未来可以好好去 火化这个地方 让更多人去来这边旅游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打卡景点 现场安排了怀旧市集 吸引不少人潮 最受欢迎的就是小火车 让小朋友爱不释手 台湾古董车发展协会 收藏的经典车款 让现场仿佛时空倒转 其实我们会在七堵火车站 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 时光岁月匆匆 我们可以记起当初七堵车站 曾经他的荣耀 跟他的努力 而现在我们也希望 透过未来的一些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知道 以及让我们小的知道 然后让很多的市民朋友 可以回来怀念我们 七堵车站曾经的一些风光 双十年假 涉案府在七堵铁道公园 举办了怀旧市集活动 邀请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玩 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子委 副议长杨秀玉 张耿辉 张方立都大力推荐 铁道公园具有观光潜力 我们希望大家以实际的行动 来支持我们的七堵铁道公园 我们的未来的各项活动 那我们会继续跟我们在地的地方 意见领袖沟通 办好更多的活动 未来在旁边也规划了捷运 也有规划了这个社会住宅 我想就用这个车站铁道的文化作为核心 来发展我们七堵的慢活的一个生活 未来我们七堵非常适合来发展一个休闲农业 我们马林也有马林非常优质的农业 那我们这边社会住宅 捷运进来以后 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个休闲亲子的生活空间 我想七堵未来是一个 基隆非常发展重要的一个产业聚落 虽然天空不作美 但民众热情不减 双十廉价 民众西家带卷 来到七堵车站 一起探究文化 品尝市集美食 度过悠闲 午后时光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中 而基隆港也有A2海派花火秀 在双十国庆当晚 只要拿着手机下载专属的APP 就能做出客制化的烟火特效 同时还能与A2制成的金沙轮船等 虚拟实境一起拍照 民众拿起手机对着港区猛拍照 仔细看明明港口什么都没有 但手机萤幕却出现精彩画面 等一下 现在烟火不够漂亮 你们hold住哦 五彩缤纷的烟火在手机里绽放 连邮轮也能够在空中航行 2023年双十国庆 全新版的A2海派花火秀 在基隆港 力都叠克花园登场 搓金沙等生物 烟火桥段甚至能客制化 只要在表演前 在PP书上文字就能做出专属自己的烟火特效 有有有真的超棒 玩得好开心 谢谢你 怎么说 真的让我们感觉到身利其境 而且那个鱼的游的感觉真的太棒了 虚拟实境的感觉 就是应该可以多跟家人一起来玩 很值得来这里玩 10月10号国庆年假开始之后 那每天我们从晚上的6点半开始 我们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场 我们的AR的一个烟火秀 那它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4分钟左右 那从6点半开始 到最后一场是晚上的9点半 每半个小时会有一场 那每天都有 上空了 在你们上空了 继上一波 飞天金沙虚拟实境大受欢迎 夜子在国庆年假 推出了国庆烟火秀 让民众不用跑到台中看国庆烟火 在基隆就能够体验一番盛大的虚拟烟火秀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南龙国中办理写在今日寄与未来进学礼活动 期望让学生认识生涯目标 提升生涯规划的新动力 新生导师带领学生和家长一起穿越星光隧道 感受学习量能永远省耀的进学礼 代表星火相传的烛火省耀着光芒 迈入第三年的实验教育 以未来力教育作为特定的教育理念 期望南龙学子都能开创无限可能 我们透过了学校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也今年最主要也是有透过 包括市长副市长 还有来自于各界对于我们南龙青年级的新生 所有给予的一切的祝福 那最重要的其实是展现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学习力 竞争力 那最重要的其实对于孩子而言 念实验学校对于家长 还有我们目前在教育实践上面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展 最重要的其实也对于我们目前的孩子 给予未来更多的祝福 所以今天的活动里面 我们除了给孩子的一封信 对于未来的祝福 对于现在的期许 对于他们而念南龙 对于留在基隆 其实对我们而言 孩子有更多的竞争性 朋友学生适应未来能力 和创造未来动力的课程内容 让孩子们有不小收获 我们学校有很多同军活动 然后之后我很多个都有参加 然后每个同军活动都非常的充实很好玩 我发现这个学校的老师都特别认真 我也觉得很放心 参与进学里的家长踊跃 给孩子满满的祝福 校方也指出会不断滚动式修正 让实验教育学校可以稳健前行 我们会修整这个权威 更适合孩子们学习探索 以及表达实践各方面 在活动和课程上面 我们都有更进一步 更精细为孩子设计的 未来还会有转动奇迹的自行车课程 重塑望世界的攀数课程等 校方希望让学生与家长们 在教育上能有更多元的选择 开创每一位孩子的无限潜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